A4广告纸夹在车子后方雨刷上 车主走近一看竟然是张卖房广告 纸张上写着汉口商圈店51平 三房加一盒室 其实本来就不太适合贴在人家车上 车子是属于个人的东西 这样随便贴好像不太礼貌不太尊重 纸张直接会收掉而已 爱车无缘无故被张贴广告单 车主感觉不被尊重 就怕过程中车辆遭对方刮花 事发地点在台中市西区的巷路内 广告业者疑似就是看准这条路 左右两侧有许多的车辆停放 因此随机张贴 拨打广告传单电话 业者低调表示 工读生随机夹在车辆上 对车主感到抱歉 未来将调整宣传手法 但不只轿车路上电线赶货路灯 常见房仲或私人张贴的广告 还有机车上也有件商投放的传单 有公告地方 你去贴公告的地方 你动人家车子 每一个人都会不爽吧 如果是当面碰到的话 就请他不要动我车子 民众除了向环保局检举 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将开罚1500到6000块钱 另外业者为著名公司资料 以不动产经济管理条例 最高可罚30万元 房仲业者竞争激烈 卖房不只透过网路 路边车辆也成为目标 但车主看到这一大张 恐怕会造成反效果 记者许玉文 王百英 台中采访报道